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又来到了主所定日子 在主日这个哑铃讲坛里面 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 自由地敬拜上帝 我们为这个机会感谢上帝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 恩待我们 看过我们 给我们有自由地放胆地来到你世恩座前 我们感谢主 你允许我们可以在你世恩座前 在怜悯母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求你跟他 跟我们同在 恩待我们 给我们开到我们的心 看到你的话语的奇妙 叫我们在你面前得出你自己的光照 得出你自己的造就 我们怎么祷告 感谢 是靠住耶稣基督的圣民 阿们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今天来一直在谈到基督徒文明的造就 文明生活跟生命的造就 我们今天特别讲到一个文明的一个诉求 就是上进的诉求 真正的文明有一个上进的标志 就是上进的诉求 我们中国话讲得很好 修辱逆水行舟 不进之退 我们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 不行了 你都会退的 很可怜 虽然你的鱼呢 都是头一直上上流的 但是呢 它不前进的话 它就慢慢地退了 会退到很远的地方去 获得鱼它就必须象征就是向前上进的 向上游的地方去 这个是文明的特征之一 我们中文字特别奇妙 我们从常常讲到那个上进这一方面呢 叫进化 但是呢 炎富是中国福州的一个炎富 他特别翻译就是炎化 不能叫进化 因为反正进化都可能有退化 那是人从来不会退化的 都会进化 那进化呢 其实就是它内里那个生命的一个特色 它单向的上进 不是都向的 单向的 生命就是如此 向上的 它向阳的 我在很小的时候做童子军呢 就想到方向 你迷了路 你怎么知道方向呢 当然看月亮 看星星 看太阳 还有一个东西呢 你就看那个树 树都是向阳的 这一方面的 演化这一方面呢 我们发现有一个东西 就是生命的一个特性 就是向上的一种特性 向阳的一种特性 人呢 很奇妙的 人很 很怪了 人呢 都会累 因为他生命的力量 有时候有一些自现 他会累 那累的时候就会 休息 就会卷 卷呢 就会停 就会止 就会吸 那么吸了以后呢 就会灌了 成了灌星 就赖 赖呢 就成了度 蓝 赖就蓝 蓝就度 度星以后 他灌了以后呢 习惯性的懒惰呢 就不做了 也以后 不用做 不想做 就不用做了 不用做 就不必做了 有一句话 我常常劝我的学生说呢 你不要太多的 这个 很多的退让 英文叫做excuse 你向上道歉叫excuse 你不做一件事情 叫excuse 你让我不做吧 你原谅我 让我不必这么辛苦 我常对学生说 never never too much excuse 你不要 不要这个 太过饶恕你的自己 不然呢 有一天 you will be excused 一定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一直退让 一直退让 一直不做 有一天 你就不必做了 人就把你免了吧 很可惜的一个东西 你不用 不想用 后来就不必用 就用钱了不用 人家不用你了 真正的不用是什么呢 就是死 什么东西不长进 它就会死了 它停了到一段时间就死了 年老了 你累了 不想运动 最近年纪也大了 有时候常常会懒斗 有时候不是斗 你不重新吗 我常常对一些老年家说 有一个 你七十岁还是要住一个有楼的房子 你上楼梯 到有一天你不上了 就是不方便上了 不敢上了 他们就不必上了 永远就不会上了 不会上就完全不上 到最后到处来 就是走不动了 死了 很可怜的 祸的东西都已经会上进 上进是祸的一个标志 存在 目的就是要祸 祸 就要祸动 动 动就要上进 这个是必然一件东西 祸鱼跟十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祸鱼一定是游动的 它不能退后 也是游动的退后 它向后退的时候不冲 所以它游动的向前进 它是上进的一个东西 一般人到一个情况的时候 你会知道它心脏不在跳动 心脏的跳动力太伟大了 它活了一天它都在跳动 它跳动它就只证明它活了 你看那个祸鱼 祸鱼在跳动 知道它还是有生命 它老的时候祸鱼越来越慢了 越来越慢 到一段时间不动了 因为它已经快要死了 真正不动的时候 它就是停止着不动就死了 在那个时候 成了一个不归入 我们叫做point of return 不能回归的地方 你到了一段时间不动 一直不动不能动 你就没有上进 文化也是如此 真正的文化是不断的活动 它成了一个文明 文明一般来说是不归入的 它就一直上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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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消灭 就是文明不再动的 不再活动的时候 那就完了 基督徒在主的生命里面 那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 是永远活动的生命 而且不断的在活动 不断的在上进 它不断是严进 当然它是严进 一个东西 生命里面的力量 它是向左天上的 向上的 神秀里面有一个叫ex-entheology 在领袖的神秀里面 它认定了一个灵命的增长 是不断的增进 一直到好像雅各的梯子一样 一直到天上去 把你通天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很感谢上帝 当你不悔点的时候 你过了那个不能回转的 真的向上进的时候 那你的灵性真正是祸了 不然的话 你就会慢慢地消沉的死了 基督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 耶稣活着是永远活着 他死就一次 他永远活着 感谢上帝 那是一个真正的生命 有活命的一个象征 耶稣基督 他复活了 他死又复活了 这个复活的主 就是我们神的儿女们的榜样 他用死来对付罪 他对罪是死了 而且是一时死就永远死 他不让罪在他的生命里面 有什么作用 因为他是生命的主 也为这个缘故 我们基督主特别蒙恩 我们在做的这个生命的主 作用我们的主宰 我们是跟他 向他而生 为他而生 我们以死对付罪 以对付罪的时候 我们就从死里复生 我们在基督里复活了 我们就活 活着呢 就跟他同行 不但同行 跟他同活 一直跟他同坐在天上 同行 同坐在天上 像伊诺伊亚的 伊诺伊神同行 六十五岁的时候 他虽然生而养你 很多事情他要做 他尽了他的本分 他尽了他人应当尽的本分 生娘众多 除此以外 他还要管理前地 但是在管理前地 他有一个真正的使命 他是为主而活 以主同行 做主的事 一直到做完的时候 上帝就把他借到天上去 他不见死了 我们特别感谢上帝 基督的生命 是上进的生命 上进的一个诉求 就是叫我们不断地前进 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以主同在 生命的阶梯 最高的一层 是以主同在 进到天国里面 很宝贵一个东西 就在整个周的生命里面 有一种就是诸解生命 周接的生命是接接长进 你看这个猪 一般来说毛猪 七年没有看到它什么增长 但是它在地里头 它一生出了地面的时候 不太了 它一天可以长一侧两侧 长得这又长得高 它不分支 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周接效应 那个周的生命很奇怪的 它在地里头的时候 已经长成了 虽然还没有成 它已经成熟了 它是接接的成熟 当它一长起来的时候 它一接 一接一直上去 每一个阶段都是完整的 都是成熟的 在那一阶里面成熟了 它接接到了 应当增长的时候 这个周接的生命特别伟大 真的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作为 上帝借助这些 启发我们一个了解 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增长 就是如此的 在你看不见的时候 它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就知道说它生命已经完整了 基督律的生命就是这一种生命 生命完整 接接已经成熟了 还没有长成 但是已经有生命 是成熟的生命 它一接有一接一接 它一起来的时候 同时长进 接接长进 它长到最后的时候 到接口子 猪开花就死了 那也是提示一个很特殊的自然真理里面的 自然道理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我们用上进这方面用一点时间来试变一下 所谓上进就是求进取 进就要取的一些东西 奋发向上 这是积极的进取 它是积极的不是拿了就完了 不是它拿了不要再拿另外一个 拿另外一个再一个 再接再立继续的向取 它有一个发展性的需求 这个需求跟预愿 跟着一种努力 就是生命的自教 直接在增长的时候 它知道它应该长到多高 是神命定的高 它只有知道长 它不知道怎么吸 只要有生命的时候 它就长上去 继续长上去 一种自觉性的增长 从人这一方面来说 它要利益要所作为 有所作为 文明的上进是如此的 一个人他一教的时候 他教到人的使命 人为什么要活作 他一定有这种的 必然性的一种信念 信念 接下来就用信仰 向上的 很意识性的 很有兴趣的 它有一种顿悟 突然间 人都有一种结疾的情况 特别是基督徒 当圣灵在它里面的时候 它顿悟一个东西 它知道它是为什么要生存 它坚持它的思想 它在做了这个东西 它就坚持它的思想 第一个 它树立目标 不干落后 尽力求生 勇于向前 再接再利 它有真正的 就是意义的追求 意义的追求 在每一阶里面 它涨到那一阶满足了 它上面的一阶也继续在涨 它是同时的增长 这一阶增长 在真正的过程中间 每一阶都是每一阶的喜乐 基督徒的生命特别宝贵 我们很感谢上帝 基督徒的文明 有一种上进的诉求 也就是每一阶都在同时增长 也在同时满足 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看看 生命的进展的过程 生命的长进 它有一个过程 第一个 就是热爱生命 真正的文明 是热爱它的文化 它的文化跟别的文化不同 但是它有自己的文化 它是这个文化 成为它里面的满足 它去发飞的时候 就在文化的里面的满足 基督徒也是如此 基督徒的文化很特别 它是数天的文化 它虽然跟别的文化不同 但是它成全了每一个文化 我们虽然不同文化的背景 但是都在基督耶稣里面 可以的做满足 都可以的做我们应当的增长 神给我们的恩赐虽然不同 但本质是一样的 这是向我们向上的 一个基督徒 不论他是多少美丽 多少丑陋 多少聪明 多少欲绝 但是都可以在他的里面 都是真正的满足 这个基督徒文明的那个 上进的那一个需求 也就是在主里面 这种满足 他除了热爱生命以后 接下去 就是他会顺序的增长 他按部就班慢慢来 但是还是在长进 虽然别的长得快 你的长得慢 但不要紧 反正总会达到美满的程度 满足的程度 这个必然的现象 他是顺序的活着 活就是活 快活慢活都是活 那很奇怪了 活得快一点的人 很早就解释他的生命 活得慢一点的人 很只解释生命 但是无论如何 都是活得满足 这个必然的生肖 在等候的过程里面 他心安理得 他很从容的 我们讲过 从容淡定的文明 不但从容 还要淡定 很怪的这些东西 他热爱生命 他顺着生命的增长 层次的增长 再加上一点 很宝贵的一个东西 他会享受生命 什么时候享受 不是得住的时候享受 那是在生活的时候 他就享受 成长的生命 长进的生命 长进的诉求 在你长进的过程中间 你不会后悔说 哎呀 为什么会妒忌 为什么别人长进快 我不长进慢 不会 神为你所定的时间 是最好的时间 成为一个神的儿女 这个上进的诉求 你会心安理得 很快乐的 你一面长进 你一面享受 朱节也是如此的 下面的朱节 长了 上面的朱节还没有长 他不因为 他长得快 他可惜了自己 不是 他长得快 再下来 但是长得壮 朱关呢 很奇怪的 下面都大 上面都小 并不是鼻子的盘比 但他自然的增大 因为他称作上面的重量 所以他下面就要特别大 生命的长进也是如此 长进的诉求 都是接接的 按部就班的 每时每刻都在享受他的生命 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会不会辛苦 我们常常说不要紧 现在辛苦一点 等一下 成功了就很大的享受 不是 在你过程的中间 你都有享受 生命的享受是每时每刻的享受 不是到最后终点的才享受 就是到终点的时候 功亏一亏怎么办呢 你说以前所做的都丢失了 不是太可惜了吗 生命不是这样的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自作聪明 人没有想到 他生命是每时每刻的 都是在神面前是算数的 时时刻刻是神所纪念的 在德文字里面 它有两个字 一个是时 一个是刻 时是照着时间性的进展 刻是当时的时刻 momentum 你不单有motion 你不单有一个运作 但是一个moment 你就是那个 在那个映尊的那个时刻 任何一个时刻里面 那个定点的那个里面 你有种的享受 基督徒生命的增长 是一个时刻性的增长 也是一个时刻性的享受 更宝贵的 生命很宝贵 生命上进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东西 在上进的过程 每一个层次都是用进了 当它进了那个层次的时候 它接下去 就是另一个层次的开始 活出丰满 静用生命 生命的丰满显出来了 也成为生命的丰盛 一个花在开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太显空了 特别用一个时间 守旧了 守着一个花在开的时候 你看那檀花在开的时候 开的时候 当然开一点点 洞一个口 你看它慢慢地开 慢慢地开 到它开到静的时候 特别美满 你会非常地兴奋 到它真正地全开 它是最丰满的时候 也就是灿烂的顶点 可爱 花开得完全地丰满 是特别地可爱 突如真情 生命也是如此 当生命发生到一个完整的时候 它可以急功净瘁 如果量快要死的时候 它没有哀叹 它仍然是急功净瘁 它知道它有尽它所能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一段的经文 今天比较特别 我们到这个时间再来看这段经文 比利比书第三章 第三章有机会好好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保罗的一生 耶稣基督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门徒 师徒保罗 他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面 但是不是因为他生在好的家庭里面 就生得很丰满 不是 那是一个起头 他赖他的生命 他好好享受他的生命 他按照程序的 度过他的年日 他慢慢的 当他发现了主在他身上的恩典的时候 他最后讲了这几句话 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错了 已经完全了 我那是接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错基督耶稣 所以得错我的 原文是 所以要我得错的 他一生获得特别的长进 特别的好 他从大处 在增长的过程里面 他先帮助他的父亲 就制造帐篷的行业 到他应该上进的程度 父亲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 在加玛利的门下堵 他堵完了 他在长进的过程里面 他在巴利赛人中间的巴利赛人 他应该有一些的不是 有一些的成就 但感谢上帝 上帝带领他 让他看见他真正的成就 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成就 一直到最后 他登着了得错的基督 他拼命地在主面前 继续地追求 接接地上去 他生活得非常满足 到最后他找到了 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为了主放下了一切 他跟随主 他看万事为分土 我要得错基督 那这里他说 我就得错了 基督要我得错的 我要得错我的错的 但是他讲了另外一句话 翻译得特别好 我要得错基督要我得错的 不是我要得错的 那是神那位创造我的主宰 要我得错的 他长进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他接下来去说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错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向前 向着标杆着跑 要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都要存着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世上存别样的心 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而 我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造作什么地步行 弟兄们 你们要一通笑话我 也当着留意看那些 造作我们榜样的借机 就是 有的人的心事在基督里 成为世事家的仇敌 我理事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 他们的借机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毒妇 他们以为自己的 他们以自己的羞弱 作为荣耀 专于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 却使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照那人 叫万有 顺不归乎于自己的 大能 将我们这个 被见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的荣耀 身体相似 这段经文很奇怪 很特别的说明一件事情 人的掌尽在基督耶稣里 他有一个真正的借机 就是有基督耶稣的形象 在他的生命里面 显明出来 福利比斯徒第一章 特别说 那或作就是基督 我食料就得错了 就有一处 掌尽的诉求 有一个目的 是叫我们突入真情 能够忠心到底 去得错 神要我们得错的 我们在结束以前 讲一点上尽的形式 一个人的上尽 他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很奇妙的 这个固定的形式 在一出发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大点来看看 这个形式是怎么样的 在生命里面 第一个形式的要点 就是激情 兴奋激情 是进步的意思 第二方面 不单有一个激情 还有一个 长进的问题 生分性的 生命性的 本质性的长进 一个是激情 就是兴奋 一个是进步 就是长进 愚味 这一方面的东西 在生命的 长进的形式里面 原则上 有四种 也就是从 这两个要点里面去看的 你活在世界上 很兴奋 但是没有长进 有些人 很长进 天天都长大 但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兴奋是情绪的问题 长进是现象的问题 情绪很好 没有现象 现象很好 没有情绪 所以有四种的形式 我们来看 第一种 叫做漂流性的形式 所以漂流性是什么呢 有动 有动作 其实呢 没有什么 没有进步 这一种的形象 没有进步 也没有激动 没有激情 这一种是漂流性的 流浪汉的样子 都过且过 这一种的生命 这一种的文明 很可怜 文化到这一种 这一种状态的时候 是停滞的状态 漂流的 随风就流 风来了 我们就随着风飘 飘到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没有风 我们就停下来 生活是什么 没有意思 永远是在失望的中间 不但在失望的中间 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很枯燥的 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早上起来 很劳碌的疲倦 还是工作 到晚上的时候累了就睡觉 吃 杀 休息 也就是这样的过日子 没有意义的日子 你要从上进的形式 或在世界上是转移色的 从一个地方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有没有移动 有 有没有进步 有 也不一定进步 可能是退步 但是有一点不同 动 但没有激情 这种人很冷淡 有动 但没有做 动的意思就是 与动的意思 做就是有成就 有业 做了很多事情 但没有意义 一天一天到晚 都是如此的 这种转移性的 这种生命长进的形式 很可惜 第三种 就是提升型的 提升型的是有进步 有没有成就 有 没有激情 或者是有激情 没有进步 很可惜的 只是兴奋 但是没有作为 今天就是它累的过程里面 你很兴奋 很快乐 但是有意义没有 没有意义 有工作 有没有目的 目的永远没有达到 永远在你面前 等着以后再说 这种文明很可怜 有些文化 文化的文明 都在这种状态里面 忙到头 很兴奋 我们很忙 很兴奋 有没有作为有 有没有成就 不知道 最后一种特别好的 叫做良言性 所以良言性 有进步 有成果 也有情绪上的感情 有落序 你永远工作 很辛苦 但是很快乐 不但很辛苦 很快乐 而且很满足 因为你有了成就 达到了你生命的目的 你的生活很感恩 天天都是新的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如此 他的信实永远不改变 但是他的信实是每天都是新的 每天你就很兴奋的起来 感谢上帝又有一天 我还可以工作 而且工作有圣灵的帮助 有圣灵的同在 你在主的恩典里面 你非常兴奋的继续地工作 其实文明的上进 这种数学是以节奏的 虽然音约音符只有七个 你做几个 十四个 但是在配合的节奏里面 轻重换机 变成了悠章 音乐的节奏很好 但是变成悠章更好 是可以享受的 不但可以研究的 生命是如此的 生命应该去研究 但许多时候研究的生命 故障都不得了 到最后的时候 也就是有兴趣 也就是这样而已 你不能真正地享受 节奏要变成 节奏要变成节章 音乐要变成乐章 英文叫In Concert 每个音符 大家配合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协调 有一个协和 一个乐章 英文还有一个字很好的 叫Phill Harmonic Phill的意思 就是喜欢 Harmonic是和谐 这个音乐是和谐性的 有一些很和谐的 有一些不和谐的和谐 乱章 但是却有趣的 很宝贵 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如何 人生真正的意义 不在乎你活了多长 也不在乎你活了多好 但是在乎你活了多少的和谐 保罗说得太好了 我活着就是基督 活到最后为基督而活 你也为基督而死 你是因为为他而活 而为他而死 那你就是真正的一个业重 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一个人物 为此他说 我为基督而活 死了的话 我就真正的得出了 得出什么 中文把他犯说 我就有一处了 什么一处呢 就彰显了基督 让人家看见你的生命 显出你是基督耶稣的生命 是救世主的生命 是人的盼望 是盼望的成全 是生命的成全 我们特别感谢上帝 就因为这样子 我们知道 清楚地知道 其实基督叫文明的必然 神的降临 就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这个文明的生命的生活里面 给人看出 神在这里掌权 有一个人 他在贵州的地方 贵州这个地方 叫做人文三文前 人武三文前 第五三一平 天武三日清 这个三五的日子里面 在男人的生活里面 早期是如此 现在我们知道神的恩戴 我们中国 中国街区 开始在这样的地方 有了很多 特别的建筑物 特别的开发 但还有一个东西 特别宝贵 有一个老师 他到那边去教室 他发现了一种花 这种花 到了时候才开花 没有人注意到的 最艰难的地方 这个花一开的时候 他照样开花 到时间开花 就是在最不好的地方 最干燥的地方 最没有人注意的地方 他到了时间开花 贵州有一点潮 这种潮也是一种开花的 他只要有阳光 他就开始就开花出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天上的太阳永远 不会不出来 到了时间 他一定出来 随着人许说阴影 有许说的黑暗 有许说的阴 阴黑的地方 但是我们感谢主 神的道路 不同人的道路 神的意念 不同人的意念 只要你有基督教的文明 你一个文明的诉求上进 生命的力量在你的里面 圣灵赐给每一个人 任何一个民族的人 任何一个种族的人 任何一个阶级的人 任何一种形态的人 当耶稣基督拯救他的时候 他的印象是说 我把我的灵赐给你们 当他的灵赐我们生命的时候 我们那个生命 增长的定律 上进的定律 它一定要出现 一定要发现 在哪种状态里面 你看到一件永远不变的四色 游主耶稣基督的同在 你就发现了 你的生命 是上进的生命 是借借的上进 它一游的时候 它在你里面看不出来 但完全都已经完整了 每一阶都已经神所定了 像朱借的那一个效应里面 它没有长出来 人看不见 中国人毛主 去年在地上 看不出做了什么 生命在哪里 它在里面的成长 但是开始发芽的时候 就节节地上进 这个高的 一直到它结果子的时候 才死 求着耶稣恩待我们 给我们这一种的盼望 这一种的认识 文明的上进诉求 是决定要的 是决定会的 以决定会成就的 但那时候恩待我们 神开到我们的心 常有快乐的盼望 知道我们在主里面 那盼望是不变的 神的应许是信使的 祂说成就成 祂命力就力 但那主恩待我们 愿主保守我们 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很谢谢祢 很多事情很偶然 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 但是一切要成就的事 祂所命定祂成就的事 都是必然的 但耶稣恩待我们 了解文明的诉求 叫我们基督徒 有真正的基督教的文明 不但在文化里面 我们得出了成全 在文明里面 我们得出了盼望 使我们在主面前 一旦戒起了 我们动物了 神的道在我们里面 叫我们印着神的道 可以得出成全 一人的道路 好少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完全 直到日悟 那您的旨意 沉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欢喜快乐的 丰富满足的 在主面前 高声歌唱 把一切荣耀可以归给你 祷告感谢 靠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